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我想说的人 她是我小学时期 就开始非常欣赏的偶像 在我那些年 幼小的身体及脑子里 激发着很多的能量 热情与爱的冲动 提起她 我总是那么的兴奋 或许在每个幼小的心灵 都会有一个 让她心里奔放 让她相信梦想 让她奋不顾身 努力前进的超级偶像吧 她的音乐 总是可以打动我心里最深处 她的歌声 仿佛句句都在跟我说话 其实 我也不是什么疯狂粉丝 对她的爱 只是纯粹从欣赏 尊重及感激的角度出发 而我相信她现在 在她人生极其珍贵的阶段里 努力为家 营造着更好的未来 加油哦 王力宏 生日快乐 还有另外一个人 在我生命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 而今天 就是她的生日 这也是我们认识 而且为闺蜜九年以来 第一个远距离的生日 22年前的今天 我还在妈咪的肚子里打滚 她就比我早了113天 先出来探探这个世界 或许就因为这样 她总是在生活上 就像个姐姐一样 带领着我 车总是她开 路总是她引 就连很多时候 我失去了信心 失去了方向 那将我奋斗的心 再次激起的微妙力量 也总是她给 至于今天 我们认识了 3347天 如果说 人生有多少个十年 我很幸运 在第二个十年 就遇见了她 而在这十年里 我们经历了多少潮起潮落 多少悲欢离合 多少刻骨铭心 历历在目的 每个约会 她 是个爱闯进大自然 吸取负离子 享受阳光雨露的 勇敢女孩 她 是个爱心小孩 耐心栽培 真心相待 用心教导小孩的 年轻老师 她 也是个爱太阳花 爱下厨弄甜品 爱看电影 爱逛书店 还有吃了好吃的 就会跟我一样 露出幸福表情的 温暖女孩 如果说 我演过的 马拉松冠军 萧敏敏 是那么的顽强 有着独特的组件 喜欢的事就去做 那我觉得 这个角色 反倒更想她 因为她就是 我一直仰慕的马拉松选手 一直以来 我都很少将好朋友的照片 放到网络上 因为心里知道 不是每个人都享受 或是愿意承受 众目睽睽的生活 我只是希望 不要在他们的生活里 添加任何的困扰 但今天 我不晓得哪来的勇气 我决定在伦敦 为在马来西亚的她 发表爱的宣言 可能这么一说 我就永远都无法抵赖 我从来都不相信永远 或许应该说 我因为害怕失去 害怕受伤 而不轻易提起 永远这两个字 除非 我有着天大的自信 不管以后 有什么苦难事 要将我们拆散 又或者是 有虫子 突然跑进我的脑里 吃了你 让我忘了 我其实有个 很好很好的朋友 默默的在守护我 我都希望 这个小影片 可以敲敲我的头 给我最温馨的提醒 亲爱的 生日快乐 祝我们 有仪有存 说到这里 我更清楚自己是谁啦 你好 我是Joey 两组仪 两组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